已经迈入第十届的戈壁挑战赛 是亚洲顶尖商学院一年一度的重要赛事 去年东海大学受邀观摩今年首度取得竞赛资格 将与国内外43所商学院近2000名选手一同体验 这难度极高的运动文化赛事 东海大学EMBA管理学院第一次正式参加戈壁第十届的挑战赛 那去年是观摩 那今年的话意义很重大 因为戈壁比赛已经进行了很多年 今年是第十年 那邀请的队伍的话相当多 包括的话连美国的话的一些学校也参与 那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戈壁挑战赛 其实它的含义很大 像一般EMBA同学除了读书还在企业界工作之外 可能的话必须要能够做一些超越自己改变自己的事情 这次戈壁挑战赛 东海EMBA代表队共有九名队员参加 平均跑龄大约两年 选手们必须在四天三夜徒步穿越112公里的路程 沿途昼夜温差高达摄氏40度 还可能遇上沙尘暴等恶劣天气 对体力与耐力是相当大的考验 我想今年的训练方式跟去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我们更 因为我们去年有去过所以更了解说那个环境的一个显恶 所以今年的话就是除了每个人的一个有氧耐力的一个提升以外 我们就是说会针对热的环境去做一个特别的一个训练 就是我们会挑在中午的时候开始来做一个训练 那训练的时间的话每次的训练大概会从三到四个小时不等的时间来做一个训练 比赛将在5月20号到26号展开 选手们对于能够参加一生一次的竞赛机会都感到相当兴奋 期待透过比赛磨练个人的意志力与耐力 凝聚团队的向心力 将戈壁精神带回台湾影响身边每一个人 记者杨春环台中采访报导